另外鏡頭轉到東京 出現了罕見的暴雪 也是冷暴了 台日航班有3000人受困其中 而其實來看到的是 東京這樣的暴風雪 讓桃園機場跟宋宣機場 光9號一整天 總計有15個航班都受到延誤 包括5個航班取消 總計有20個航班 超過3000位的旅客都受到影響 而班機最長延誤24小時 有旅客等得不耐煩了 真的是一肚子火大 機場大廳急一急急 旅客卡在GK營櫃台 鬥彈不得 繞著東線一圈又一圈 因為日本大雪 桃園機場航班跟著陷入亂流 不好意思喔 康福員忙著陪罪 航班延誤卷卷16小時 旅客又累又餓 躺在椅子休息 已經一肚子火 要給我們一些毯子啊 或者是食物 但是這些都是後來旅客們 要求的時候他才提供的 所以他既然說 那小孩花菜 總會讓我們 小孩子都不明示範我們休息一下嘛 他說沒有辦法 他都關閉了 那我覺得有點 小朋友已經很不舒服了 你還這樣壓迫 我們說但我們可以忍 是瑕疵可以忍嗎 松山機場旅客同樣大排長龍 機場時刻表放眼望去 電子看板都是一片紅通通的 延誤字樣 截至9號晚間10點 松山機場有6航班延誤 桃園機場則是有9航班延誤 5航班取消 總計14航班受到影響 將近3000旅客行程全被打亂 搬機最長延誤達到24小時 提醒民眾如果要搭機前往日本 要先打到航空公司 確認起降時間才不會動了機場 去澎閉 記者桃園台北 綜合報導